从没见过这么贪吃的女孩 为了吃根冰淇淋 竟让妈妈切根手指帮她买 傍晚 妈妈在厨房料理食材 案板的切菜声 让女人无比心安 她一边准备爱心晚餐 一边用满满爱意的眼神 时不时望向丈夫 缭绕的烟火气 有妈妈做饭 爸爸在看包 年幼的女儿在外跳声 俨然就是平淡温馨的一家 可细心的人能发现 妈妈的为止部分残缺 就连爸爸也是如此 这一家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还有什么奇葩的断纸加风 突然 妈妈听到了一阵熟悉的音乐 不由地停下动作 而跳声的女孩也饶是如此 一辆挂着小丑气球的冰淇淋车 缓缓映入眼帘 车子的出现 让女孩想起了冰淇淋绵密的口感 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冰淇淋车不是每天都会来 距离它上次出现 已经时隔半个多月了 女孩一看到车子使劲 立马跑回家 静止冲到厨房奔向妈妈 当然 这么大的动静 妈妈也听到了 她知道女儿一定会来找自己 于是什么也不说 就想看看她这次又有什么花招 不出所料 她下一秒就出现了 双手搭着一方 脑袋枕在上面 抬起头 拧着嘴 无辜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地看向妈妈 一个举动静视撒娇姿态 眼里满视求欲渴望 妈妈对此也不做任何回应 就只是静静地宠溺看着 而女孩见妈妈迟迟没有回应 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手 这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 女儿贪嘴想吃冰淇淋 她就力所切小手指 拿去给女儿换 女孩扯了扯妈妈一脚 一句话都没说 但撒娇效果显著 妈妈还是心软了 但依旧没做出任何回应 她想看看女儿还有什么招 于是就继续料理食材 不过显然 她能等 女儿可不愿等 生怕门外的冰淇淋车给跑了 于是她焦急地再次伸出手 示意妈妈 没办法 妈妈根本招架不住 她把案板上的菜一开 但是这个举动 女孩就知道计划得逞 能吃冰淇淋了 她静静等着 心中暗自窃喜 妈妈摁下女儿脑袋 拿过锐利的菜刀 割下她发间头绳 然后无奈地看了一眼 宠溺地敲敲鼻子 纵容地举动 仿佛是在说 瞧瞧你这个小贪吃鬼 好不容易哄得妈妈答应 女孩也加快动作 熟悉且力索用头绳 在妈妈为止打个结 她得快点 不然冰淇淋车就要跑了 看来爸爸妈妈手上断指的原因 找到了 带女儿绑好 她就用刀对准位置 咔嚓一下利落切断 伤口涌出的鲜血 溅在女孩脸上 暗板一片通红 格外刺眼 妈妈的表情全程没变过 似乎这样的疼痛 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女儿也是满脸冷漠 面无表情地看妈妈切完手指 东西要到了 那妈妈之后怎样就与她无关了 女孩拿着手指迅速跑向门口 看爆的爸爸对此熟视无睹 显然这样的情况也是默认的 不然她的手指 怎么也会少了两截 孩子熊起来能有多无理取闹 女孩为了吃根冰淇淋 扯着妈妈一脚 要她切根手指让自己去买 而熊孩子背后都有个熊家长 这么离谱的要求 妈妈居然也无下限地惯着 为了满足女儿愿望 手指又算得了什么呢 拿着到手的指头 女孩冲出家门 静直奔向门口的冰淇淋车 她赶紧走上前 将妈妈刚跺下的 新鲜热乎手指递了过去 看到这响必都能猜到 要吃这的冰淇淋 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 老板满意的结果 转身便将手指 放到了一瓶不明液体中 鲜红的血迹 染红了原本清澈的液体 瓶底密麻的指头 不难看出 已经有不少父母遭殃了 交易成功 老板得到手指 女孩自然也拿到了 心心念念的冰淇淋 女孩披着半边头发 纯真的面孔 却沾着圣人血迹 拿着那根用妈妈手指换来的冰淇淋 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老板转弯一单 就启动车子 往下个目的地开去 姐姐还在吃着冰淇淋 而听到音乐声的妹妹 却从梦中爬起 忽略看爆的爸爸 静止走向料理食材的妈妈 还真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想要什么就扯扯一脚 妈妈依旧一脸宠意 大女儿撒了两次娇 小女儿一次足矣 她想要什么 懂得都懂 利润划过的声音随之响起 画面一转 冰淇淋车外排起了长长队伍 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但无一列外 全是孩子 站在最后的小孩 俨然就是小女儿 她白嫩的手上沾有血迹 看起来触目惊心 不过不重要 因为想要的冰淇淋 她已经吃上了 讽刺短片就一次 强烈嘲讽那些 对孩子有求必应的父母 毫无底线的宠爱 只换来了病态 廉价的雪糕 与宝贵的手指形成鲜明对比 假设让孩子们 用自己的手指去换 那他们可能会犹豫或拒绝 但如果是从别人身上剁下 那可能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 只记得冰淇淋的美味 从而忘了断纸的疼痛 父母总愿意包容孩子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指头只有十根 如果都被剁完了 而孩子还想吃 那届时 又该拿什么去换呢 不可能对自己动手 那与他们相识的或是不熟的 是不是 就要遭受无望之灾了